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仙奴将他对阿仕东维拉 阿仕奴是极度需要三分 阿仕东维拉也是 因为这三分没有了 他从开始上升了 现在已经比二次过了 兼夹打多了一场 没有失分空间 但维拉昨天刚赢了一球 就是欧协联 二比一 但是维拉呢 你看回 就是所有欧洲赛事之后 就是金戒英招 打完欧洲赛事那星期还没赢过球 没赢过球 当然了 我们不用看这些数据 我们不用看这些数据 如果如无以外 其实我觉得阿仙奴 我仍然觉得阿仙奴 拿冠军机会很大 就是英招 因为他简单一点 他简单有没有赢完 对不对 其实有什么对手呢 只不过我们觉得是高一点 他首回合他输了给维拉 但是那场球真的输得很不强 又问题球又这样那样 对着热切 其实我们这次可以踢的 你小时候想想 曼联那些 你要拿冠军就要赢了 曼联那些怕你还想怎样 车仔那些是金戒 但是车仔最麻烦的这一堆球 因为呢 他可以磨曼城 表里面又可以和努顿 和石非联的 你的车仔这么奇怪 其实车仔 如果你是车仔的老闆 你留不留保持天牢 应该给多一届去玩 因为这届都不是全届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找什么人 其实你看到车仔的球 现在你慢慢看回我 终于看回两场 球员又不是没有质素 是没有找到的 是没有找到的 我都会留去看一届 我希望车仔明年 起码打回来 你真是B6、B7 你会好看的 或者留价数 你真的要看 你找什么是谁回来 是否摩尼图 还是怎样 你才精彩的 好了 这是个鬼故 是网友 是网友 传了给我很久 今天我没有什么说 我又不想说 尴尬的话题 也不知道怎么评 报新闻也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呢 我是找不到这个故事的因果 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他 你说什么 大家听一下 李哥 康正 你好 上次你们讲开鬼故 也都令我想起我 我和我班中学同学 以往的经历 我们在学校 是出名的谭遣团 我们有十个人 大大小小的鬼屋 防空洞 墳墙 什么都去过 李哥 你小时候中学的时候 都跟着一班 自己围来的那班朋友 踢球 吃东西 可能有些朋友 露营就不去 有些朋友 打麻烦就不去 但是有些活动 比如说吃饭就一齐出来的 实际有班那些 所谓的 会不会去看这些危险 没有 真的没有 那么没有 如果你们怎么会 有空没工作 即是一次都不会去 你说那次 那次又一次 一起去露营 然后说 那里好像有什么 一起去看看 那种心态就会 都可能会 你说特意去plan 不如我们去鬼屋 不想 怎么会搞这些东西 大大小小的鬼屋 有防空洞墳场 什么都去过 一直只见到那些道友 流浪狗 鬼 真是见到都没见过 但是 最后 我们只剩下九个人 从此以后 也都不敢再玩 我一会儿 就会讲我们这班人的经历 二十多年前 我们还是中学生 每个星期六 我们都会探险固定队员 有十个 有时会多一两个客席队员 这么明白 就是那些朋友 其他同行 当时 什么鬼屋 晚鬼地方 高街 什么七都去过 玩到我胆都大了 后来 有一个暑假 我们去到元朗 有一个山头 哇 那个山头 灯都不多盏固 要走二三十分钟 才下村 大路 其实如果大家熟悉新界的地方 我想它不是那些 它可以用墳场来用 其实那些不是正式墳场 是那些先人 那些村 山墳 那些山墳 它有些山墳 规模都大的 其实整个山头都是 那当然不是带到公众牧場 但是都是 可能有一百几十个这样的 OK 好了 我们去玩尋寶游戏 玩法是这样的 我们十个人 一人一组 第一个人 就是第一组 就先上山 放好保密A 括户 保密要有两件 什么都可以的 跟着第二个人 就和第二个人 讲大约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人就要上去 要带 就带保密B上去收买 同事要找回保密A 明白 第一个人上去 放下两件 回来和第二个人说 喂 大约是 左右排内第三棵树 然后就有风吹 给行李箱去 于是第二个人 就要上去 找回保密A 同事要放回保密B 然后就和第三个人说 我保密B在哪里 如此类推 还好 是不可以带电话 或者电筒 真的要摸黑它去找 好 如是 去到后面那几个人 上山的时候 保密 通常都越摆越入 越摆越远 都明白 好了 去到第七个朋友 上山的时候 怪事就发生 第七个朋友 回来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 我们见到他 呆了 事都不多说句 那么 第八 第九 第十个 就上山 玩完个游戏先 好了 玩完之后 我们就走了 之后 就去吃宵夜 那时候 第七个朋友 就和我们说 其实他没有写得那么清楚 刚才我看过 我现在演绎 在山上 他找到保密之后 他见到好多人 站在那里 看着他 那些人全部都站在山层上面 他走去哪 那些人就转去那方向 他走去东 那些人就转去东 那么 走去西 就转去西 其实呢 我有听过 有些有阴眼 或者有 零力感应的人 是说过类似的东西 那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相信我那件事 你晚上 无论你走到别人的墳头 那他们是不是 咦 什么事 都走出来看看你什么事 那让我看 是吧 你都会说 那天晚上 做什么 然后你走去东 所以说 他走去东 那些人就转去那边 还说 跟着 他说 他回到下来的时候 看到我们下面那些人呢 后面呢 有个女人站在那里 他说 那条路呢 那里有个亭 有个良亭 他们是坐在那里吹水等等 当然啦 他这样说的时候 第八、第九、第十个上山的朋友 就吵架到他 爆炸了 你不出声 但他们见不到 就没什么 当时我们是个个胆生一毛 其实都不是那么害怕的 所以我们的探险游戏 都是继续的 过了几天 我们整班出来 网巴那里打CS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CS 那晚呢 是第十个上山的朋友 都有出来 发名阿坚 那这个是第十个 阿坚 阿坚有个弟弟 小时几年 阿坚就跟他说一件事 他说昨晚 即是 他们上完山之后的第二晚 因为现在是上完山 下来啦 现在他去打机 我当是星期日上山 是星期二来的 阿坚跟他说 在星期一晚呢 他说 他弟弟去完街 他弟弟洗了几年 凌晨三点回家 没有带锁匙 按钟 但是阿坚半梦半醒 他开门给他的时候 就见到他弟弟 后面有两个人 阿坚都没理 因为他弟弟 我常常带朋友回去打机 之后 翌日中午起床 就问他弟弟 他弟弟就说 没有啊 我只有一个人回来 都没带朋友 那于是乎阿坚呢 就跟他们说 他们回来听 哇 那是不是有鬼啊 阿坚就说 我们两个都信主的 有鬼都不怕 有神的嘛 那就真的催不去 那你就去玩 但是有鬼都不怕 那就很神的 也是的 好了 接着就是出事当晚 当时出事当晚 整班朋友出来吃完饭之后 没工作 又没钱花 没得去网巴 那团长就问 喂 有没有人去坟场吹嘴啊 那因为身体其实很远的 我和那班朋友都没去到 最后 只有四个人去坟场吹嘴 当中阿坚是有他的 其实我都不明白 都会在家里留下吹嘴 那我就特别去坟场吹嘴 有女儿就说去坟场吹嘴啊 是吧 好了 第二早 早上 七点都未够 我电话又响了 那我当然很不愿意 起床听电话 一听 原来是阿堅的弟弟打给我 我哭了一口和我说 你带我阿哥去哪里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我死了 我当时的反应是呆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阿堅的弟弟不停地哭 在电话里 我冷静了一会儿 就跟他说 我昨晚没有和他去街 等我问问朋友 接着我去到医院 去到庭司间 看到阿堅的家人和他的弟弟 那些医护人员可能以为我是亲戚 所以都让我去看阿堅 一进去 那医护人员跟我们说了几句 有什么心理准备之类的说话 我都不记得他说什么 接着他拉开个放肆看的铁柜 我看到之后 我自情跪了在那儿 真是暈倒 在那儿 我不想他说他的死状 因为我觉得对阿堅 都是很不尊重 但是我可以和各位网友说 是很厉害恐怖 因为他的死因 其实是交通意外 那我 好了 话说当晚 原来 因为阿堅和团长 我们四个人 人会说 他们 阿堅和团长 一行四人 去到墳场的良品 可能刚才看到很多 几个良品 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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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他们一齐听见那把雷韵声说 你们在那儿做什么 在做什么 他们全部听得很清楚 但假认听不到 唯有是这样 因为要清楚唯有假认听不到 你又看过眼 又听一次在耳边说 在这儿做什么 你们 当然他们懂得做 所以 于是乎 根据团长说 他们没有 哎呀 很害怕的 走 他们整排 哎呀 要看球 你明天是不是要考试 就四个人一起回市区 接着就郭智散 好了 那当然那三个人 不知道阿堅发生了什么 那阿堅当晚呢 就自己回家 是回家 他弟弟是知道他回家 不知什么原因 再晚点 他又自己出了街 又下街 其实那时候 可能是两三点 OK 就是下街出事了 OK 其餘三个人呢 就没穿没懒 黑了几年 又不结银包等等 阿堅的弟弟都觉得很不对劳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阿堅的弟弟很不对劳 整个人都不同了 整天都 自此之后 整天都神不守舍 阿堅 阿堅 他家人都怒了我们整班朋友 阿堅 因为呢 就是觉得 其实就没得生气 阿堅 但是 可能他们觉得你 去到这些地方 惹到那些东西 惹到那些东西 阿堅 好了 那说回我 我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我都黑了很久 做什么都不顺利 以前我们整班同学 真的是胆生母 到今时今日 不要说探险 连看鬼气我都扭底了 所以 给你说 我 我 分享这个故事 就是希望 喜欢玩玩的朋友 以上是真人真事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 有些事 有些事上来 那些可能是自己 或自己 在家人 差一点三思 我們一群朋友 頭幾年阿堅四忌都會去拜祂 之後就越來越少人去 有些人叫都不去 說什麽在心中 我真是吊賊他 日久見人心 我每年都會去拜祂這個老友 大家都很明白 其實我是連結不到這個故事的後半部 即是他們的團友 一群四人去梁頂吹水 有個女人問他們什麽事 和之前你們去玩遊戲的關係 即是跟上樓 有兩個跟他的弟弟上樓 那個弟弟是沒有去的 那個弟弟是沒有跟那一群十人去上面的 我就是連結不到這裏 所以 網友 你可以再 你簡連結就是他們十個人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令到些人覺得很騷擾 於是他們說 第七個雙生的朋友 下到來的時候 見到他們一群人 有一個女人在那裡 站在他後面 那個女人就當是 在他們後來一行四人再上去的時候 當是那個女人 這裏我都還可以 但那兩個弟弟 弟弟又不是跟著你 就是阿堅弟弟又不是跟著你 一起上山的 那你就是弟弟回到開門給阿堅 我看到後來兩人 跟著阿堅又明白 又不是 至於阿堅那天再出上街 是否因此中呢 其實也沒有實證的 我當是 因為他說其餘那三個朋友 都很黑的那幾年 網友你記得跟我們說回 老實實說 永遠都是的 如果你說真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問我 我又不覺得 假若有這些話 我又不覺得他有這麼大的力量去搞死你 除非冤親債主 冤親債主不能說 如果不是的 但盡量都不要去 好像今天我們看報紙 好像說哈佛大學的教授 就launch了一個研究 我沒空細看 因為真的沒有中文版 說什麼呢 外星人來到地球 應該是用另一個圍道 對嗎 那這個很大可能 但是就算 仍然在我們的圍道 我們都不能夠認知 在我們現在的能量知識裏面 就是我們的知識裏面 就是用我們的知識去理解 如果你說是用不同的圍道 那就簡單一點 就直接 因為我們的Dimension 就是三圍的 他們可能是同一個 就是 其實就不需要 阿魯需要經常說沒有 不應該也好 因為那個方念 怎會沒有 不是 那他就說 科學都證實過 有這些怪怪的 他就說 不過你怎麼掩譯 是的 他就說 你想一下 幾萬千年了 說真的 第一 其實現在 我們不懂這些 我剛才看過 那些量知力行 我真的看過《一九雲》 他那個什麼 那些 不知道什麼 現在經常想說 用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衝擊波 去證明那個圍道 那你如果 只要一成立了 有三圍以外的圍道 其實 我不知道 你怎麼演繹 我可以理解到 其實他可以瞬間的 因為同一個空間 就是不同空間 就是很難用我們 我們就是在這個三圍空間的生活 就給這個三圍空間的思維 和言語 去限制我們 你一突破 譬如有些人說 喂 阿正看到有隻大頭鬼 為什麼 其實可能是一個重疊空間 那你現在看不到 無法看不到 Anyway 是的 我就覺得有沒有這麼驕傲 整個這麼大的宇宙 這麼小的銀河系 裡面最小的地球 只有我們這裡會有新物 不可能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